台湾光复回归祖国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抗战 赢得的胜利成果值得两岸同胞共同纪念 赖庆的当局不仅不纪念台湾光复 反而一再的宣扬美化荷兰日本等外国殖民台湾的历史 借以构建台独史观为其新两国论虚构历史依据 这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成果的公然否认是对两岸同胞巨大民族牺牲的 严重亵渎是典型的鼠点望族民族败类 我们注意到近期岛内多个团体各界人士 以多种方式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缅怀先烈英勇事迹彰显两岸同胞公寓外物的历史功绩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台湾同胞是具有伟大的 是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的 我们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从民族民族大义出发 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大陆同胞一道 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追求和平统一美好未来 共享身为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